好 第三節我們要來講說 調動作 調動作的話 現在講一下關於動畫的一些介面 動畫介面其實很主要的就是 在我們一開始Layout模式下面的Timeline 時間軸 時間軸它這裡有一開始就有預設的起始 我們按空白鍵就可以播放 這裡有頭尾250格 我們可以把格數把它改少 這樣的話播放只會播30格 預設是250格 這裡播放我們也可以在這裡按播放 也可以設倒播 不過通常我們在調動作之後 我們不會直接在Timeline上調 我們會直接切換到Animation的模式 就是它這裡預設它這裡攝影機的位置 當然我們現在這個我們攝影機現在藏起來了 按C 按C 按0 切換到我們的攝影機 這就是我們攝影機的位置 它預設就會幫我們開個攝影機的位置 跟我們3D的位置 它這個其實比較方便我們做調整 動畫的部分 動畫這裡 你會發現這裡它已經不是 Timeline 它這裡是一個叫Dope Shoot 它Timeline 它只能說到下面來 因為其實Dope Shoot 跟Timeline 其實他們是一樣的功能 只是Timeline 基本上 我們只會用到最上面的這個工具欄 所以它這裡我們就把它隱藏起來 它就把它加了一個叫Dope Shoot 我們會在Dope Shoot上設動態 好 所以這裡有了以後 我們還可以開始來針對我們的 雞蛋來做動態 好我們這樣切到Pulse Mode 好 那如何設Key呢 我們現在我們的位移 主要是由我們的 底下的Root來做控制 做控制 好我們要怎麼設Key呢 設Key的固域鍵叫做I 我們把N先打開 I 它這裡就會告訴說 問我說我們要設什麼Key 像我們這裡 要做位移嘛 我們這裡 我把locate 設location 它就會在location的地方設Key 這是一種設Key的方式 好我們刪掉 另外一種是直接在我們的軸上按右鍵 InsertKey也是快點鍵I 如果我們只想設在一個軸 某一個軸向的話 像我們只設在Z軸 我們也可以單獨只設一個軸向的Key 就是 單獨設單軸向 如果直接按I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XYZ軸都一起設定 好另外一種設Key 這個是我們走動設Key的方式 再來是AutoKey 在Timeline上這個小圓點 它就像是錄音機一樣 錄音的功能叫AutoKey 在這個開啟的狀態下 我們對於我們的股價或物件做移動的話 它就會把Key記起來 我們這樣播放 就可以看到它Key被設Key AutoKey它有一件事情 它是針對Transform 所以它旋轉位移速放 它都會設Key 不過AutoKey是比較方便 我們調動化的設Key方式 好有了我們這裡有 然後我們這裡Key的一樣 我們複製Key的方式也是一樣 選起來 ShiftD也是一樣可以複製Key 好有了這些Key後 我們來講一些關於在Timeline Drop3上的一些快捷鍵的設定 這個說明 像我們選到物件 我們按鍵盤前後鍵可以切換前後格 按上下鍵可以快速切到我們所選物件的 這個關鍵格 的關鍵格 如果是要到整個引格最前面跟最後面 按Shift的左 按Shift的左鍵跟右鍵可以快速切到 第一格跟最後一格 可以這樣快速的切換 如果只是前後格的話 左鍵右鍵 然後我們用數字鍵盤 其實就是方向鍵 就是對Timeline上的一些幾個快速的設置 快捷鍵